潘兆重 恐怖在线 那时候传说末日哀号的那些 不是说世界各地 有些似的嘴声 突然间就出现了在这个死了三千多人的地方 大家都觉得是不是的 有没有关系啊 不如我们去找专业的建筑师 Chris和我们聊一下 Hello Chris Edmond 你好 还有Sandy师傅和嘉宾陈小姐 Chris 你好 Sandy师傅 你好 陈小姐 你好 这件事找你回应是最合适的了 我没这么说 真的吗 怎么样 你有留意到这件事吗 有也有看过那个报道 但是我觉得奇怪 看上去它就像一个新闻的专题报道 但是它们的取材都很同意有些灵异事件 我自己听到那些声音都挺恐怖的 其实有些恐怖的 但是呢 其实那个专家后来也有些解释的 他说会不会是那些风声还是怎样的 其实他有轻轻解释的 那你又看法 是的 其实呢 因为呢 如果在建筑上面 那些城市规划摆位上面呢 其实要避免一个现象呢 就是 有一些很高的大厦 如果旁边很矮 零零四手几座高的大厦呢 就慎防它要摆成一个 好像品字形那样的格局的 因为呢 会出现呢 如果有一些风向或者风促是对的的时候呢 就会令到那个位置 就会变成了一个哨子那样 哦 那就会 就会出现一些类似的声音的 而声音的频率高低呢 其实就是跟那个 呃 那个间隔距离啦 风促啦 和那个流高是有关系的 是的 那么从刚才那个视频的 那个画面来看呢 其实他是应该犯了这些毛病的 哦 是的 那么这个 effect就叫做一个 叫Winterno effect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有些风在吹那些哨子 是的 那么我们听到其实 其实是一些哨子的共鸣声来的 哦 那么一定要很大风的时间才会出现的 应该有 sorry 听不到 就是很大风的时候 才会有这样的反应 对吧 要大风呢 要强风 刚才就这样听或者就这样看呢 就极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效应的 嗯 哦 所以基本上跟那些东西就应该不太关系的 但是那些声音呢 因为其实老实说 香港也有一些地区有这样的现象的 哦 哦 马康山有几个屋苑 还有在将军澳有几个屋苑 是 其实他们的把握都有些居民其实都知道的 嗯 其实他们都习惯这些声音的 但是就没有那么大声 还有频道比较高 香港那些就 是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现在是对号入阻嘛 对于这个地方 对啦 是的 那又奇怪 这种的声频呢 其实在风动校园里面呢 就少有的 嗯 就是这么像一些哀嚎声呢 其实少有的 多数像杀手之声的 是的 但是 你说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就是不得以知 这段影片呢 我只是YouTube拿出来的而已 如果大家想听一下他们怎么去分析的说话呢 我觉得有点怪的 怎么怪呢 就是说 他最后这个女主持呢 就提出了所有的问题 就说 对啊 其实都挺诡异的哦 就是 就是 chris 就是以你 就是这个专业的知识啊 你都可以解读了 基本上是不是 是 那已经可以一一下就刮下去 基本上不是的了 照计 但是那个女主持 他人的声音都好像是哦 不知道是不是要找收拾了 就是欠收拾了 这些事情 这个其中一个可能 另外一个可能 或者我们 就是open的问题 因为这些声音 你如果说 一吐下去就一定是一些风毒效应 其实老实说 他从一般听到的声音 真的有点分别的 哦 因为他偏低了一点 我也有机会的 有 不知道有多少机会的灵异 真的不知道了 真的不知道了 不过刚好就是因为是一个地方 刚刚起好了 没有多久你这段时间 是不是 是啊 还有啊 补充一些给大家 可能有些背景 如果他附近那里 其实是一些地盘的 那如果当那些地盘 那些楼子都起了的时候 其实这些声音都自然没有了 到时可能他们会有个新闻出 有些声音已经不见了 不知道在那边 哦 或者可能那些灵体已经走了了 是啊 已经搬了 是啊 已经搬了 这样啊 哈哈 好 那么谢谢Chris 今天晚上 好不用 好 多谢你的电话 好 此事再长聊 拜拜 拜拜